马来西亚终究还是迈出了错误的一步,取消了中启成舰的东海岸铁路工程,1月24日,马哈蒂尔在被问及此事时开始装糊涂,巧妙地回答称,刚返回国内,还不太了解。 原本是双赢的一个项目,闹到吹灯拔辣的地步,令人唏嘘。事实上,转折点出现在2018年5月,纳吉布败选之后,马哈蒂尔所带领的新内阁,宣称进入新马来西亚时代。 到了2018年7月,马房就冻结了,包括东海岸铁路计划在内的四个重要中资项目,总价值达到230亿美元,约合1555亿人民币。 大约一个月后,马哈蒂尔访问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宣称已经获得了谅解,即对方不反对马来西亚取消东铁计划和油气管道工程。 曾经担任首相22年的马哈蒂尔,当时在京声称,必须警惕新殖民主义,穷国在于,复国竞争中,很难讨得便宜,急需公平贸易等等。 还提到马来西亚债台高筑,总额已经突破2500亿美元。西方认为,马哈蒂尔的态度,就是在质疑带路倡议,担心其背后的债务现行。 不过,马方当时并未将事情做绝,立场也出现了反复。 2018年,马哈蒂尔一直坚称,马来西亚目前不需要这些工程项目,因为东海岸的人口较少。 而且相对贫困,投资回报几乎是零。 叹克认为,这个借口其实并不高明。 因为连非洲人民现在都明白,要想复新修路,正是因为贫困,所以才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更何况,毁约的代价很高。 据马来西亚媒体2018年10月的报道,吉隆坡已经为东海岸铁路工程,投入了近197亿令吉,约合325亿人民币,而这笔支出,都是依靠优惠贷款,无法撤回,只能还款。 到了2019年1月初,马哈蒂尔又改了口,对外放封城,主要是因为囊中羞涩,而无法继续这些工程,并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缩小工程规模并降低费用,将造价从811亿令吉,约合1337亿人民币,砍到400亿令吉,约合660亿人民币,以避免支付220亿令吉,约合363亿人民币的违约金。 马哈蒂尔还表示,最好的办法就是中西不会亏钱,而我们也不必浪费。 东海岸铁路工程是迄今为止马来西亚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间最大的经贸与工程合作项目,长度超过680公里,工期为7年,一般都能提前完工,这条线路将成为马来西亚最为快捷的干线铁路,造福建450万人口。 俄媒在1月21日报道称,马来西亚局势相当复杂,而且各派都看重的是眼前的实力。 在白宫不惜掀起经贸大战的情况下,东南亚很多国家都陷入一种困境。 在俄方专家看来,美国是幕后的黑手,华盛顿一直在试图破坏带路倡议,并制造了债务陷阱这个假命题,阻止马来西亚利用贷款的方式,升级本国的基础设施。 俄罗斯学者Metvichak认为,美国绝不允许自己在亚洲的地位受到动摇,因此,最主要目标就是毁掉别国的自行车,让自己成为唯一拥有自行车的国家。 马来西亚方面,则否认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来谋取利益。 无论马来西亚方面出于何种考量,这个命途多喘的工程,恐怕都无法如期完工,双方关系必然受到一定的影响。 如今马来西亚也忙着索赔,吉隆坡认定,美国高盛集团涉嫌帮助伊玛公司洗钱,必须向自己赔偿75亿美元,约合507亿人民币,或许想用这笔钱来堵上窟窿。 可无论如何,马来西亚都必须遵守契约,该赔的钱,一分都不能少。 关键时刻,召开一个以偿会议,风暴来了。 据新华社晚间消息,21日上午在中央党校开班,主题是,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 2019年一时,在各地纷纷召开两会期间,召开了这样一个主题的会议,可谓意义重大,指向明显。 我们之前多次分析过,管理层对今后数年的趋势非常清楚,对今后可能面临的全球性危机认识深刻,所以才早就提出,要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指导思想。 我们在前不久的文章中也明确提出,2019年将是2019年注定是大变局、大危机的起始之年,或者叫做开启之年。 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会普遍继续下滑,个别国家将会经济失速,唯一的两点是美国,但在今年经济也可能减速面临拐点。 摩根大通分析师最近撰文指出,美国经济在未来的12个月里,陷入衰退的概率,高达60%。 世界银行年终发布的半年度,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在2019至2020两年,全球增长将逐渐放慢,2020年底由目前的3.1%,减速至2.9%。 报告警告称,未来10年将是自商世纪90年代施航开始收集相关数据以来,经济潜在增速最慢的10年。 华尔街的一项对234位基金经理的调查显示,14%的受访者,预计今年会出现经济衰退,6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12个月内,全球GDP增长会放缓。 这个比例意味着,投资者对全球经济前景的预期,降到了2008年7月以来最低点,而且比2001年1月的低谷还低。 笔者在两年前就提出2019年底至2020年上半年这个时期正复半年,将会是大齐局的焦点时期,很多巨变将在这个时段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有可能在此期间被逐步开启。 对于我国来说,可能在期间面临着债务泡沫和汇率巨变的焦点时刻。 敏感时刻的敏感主体,这个以防范围基为主题的会议,在这个时刻召开,具有着极为明显的指向意义,是极为必要可及时的,凸显了高层对目前形势的清醒认识。 我们一直的观点是中美博弈,谁能再避免危机,谁能避免先爆发金融经济危机,谁能用更多的应对危机的弹药,谁就能取得大齐局的主动权。 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的底线思维,就是指确保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也就是避免金融危机。 而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中的内容很多,但主要还是以金融风险为主。其他都是围绕着这个主要因素,以及由它引发风险而言的。 再看看领导人的讲话,美各自透露出对今后趋势的判断和优患意识,危机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增强优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面对拨绝远回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兼具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 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为危机的战略主动战。 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世界大变局加速深刻演变,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我国外部环境复杂严峻。 国家高层这几年在积极准备防范和应对危机,在积极准备过冬,一些大佬早已做了充分的准备, 最近就连业绩匪员的华为老总人郑飞都提出准备过苦日子,这次最高级学习班更是非常直白地表露出危机的迫近和更大程度,转向应对危机的取向。 而我们普通民众呢?笔者这两年一直在说领冬将至,我们要积极准备好过冬,这是我们在大变局时期到来前自保的最重要事情。 接下来半年左右时间,或者说今年上半年,我们更应该密切关注两点,一是贸易战,中美贸易战谈判的90天期限内,会否达成协议。 笔者认为,目前特朗普受制于国内多方面困境,尤其是通俄门以及美股暴跌,迫使特朗普必然在贸易战谈判上的强硬有所软化,对达成协议有更多的期盼,在谈判上的态度,也更加积极主动。 所以,中美贸易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也将一次提升。但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美国对华贸易战,是美国国内政坛各界的一致诉求,也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最有力举措。 虽然受制于现实的国内因素,美国仍然会在贸易战上保持高压姿态,达成协议困难重重,美股暴跌和特朗普之症,可能面临的危机这些因素,也仅仅是对达成协议有所促进而已。 即便是达成协议,也不存在谁赢谁输,其结果必然是我国对美贸易顺差,在今后两年内的大幅度舒展,这一点是确定的。 另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美国国内政坛斗争,特朗普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执政地位和争取连任,为此,特朗普不惜无视和损害美国众多长远战略利益,和美国最根本利益,这使得美国遏制中国的大习渠遭到巨大影响,美国战略对手得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机会,因此而从极端被动的状态诸步摆脱出来, 正在利用难得的机会,全力内应对全球性危机做着准备。 美国国内在接下来半年时间内,必然全力解决国内政坛问题,解决美国执政当局的问题。 通俄门极大可能在这个期间有突破性进展,特朗普执政也很可能遭遇危机,不排除特朗普被迫辞职,或被发泄弹劾的可能。 待到解决和理事了美国国内领导层问题之后,美国将会重新集中力量,对付最大对手中国,重回大棋局的轨道上来。 那时,我们很可能面临更加急迫的围剿和压力巨大的困境,大棋局的总攻阶段,也就渐在弦上了。